Hello大家好,这里是佳琪巴谈 从80年代起,电子游戏开始真正的流行普及 在过去20年,经历了飞速的发展 游戏从早期线调价色彩的简单画面 进化着现在极可乱战的绚丽影像 不仅越来越真实,扣二性也大大提升 玩家们可以在游戏里驾驶各种载具横冲直撞 也可以冲出宇宙和外星人交互 还可以重回历史,体验一把战争计时 偏偏有一些游戏却反其道而行之 从设计开发之处就完全体现出两个字 无聊 也许设计师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么玩家 本期就来看看那些无聊透顶的游戏 Top 10 捏泡泡 每次拆完快递最喜欢的事情 就是将包装盒里的塑料泡泡纸拿出来 一个一个捏破 虽然无聊,但是捏起来无比解压 那当你找不到泡泡纸怎么办呢 于是就有设计师 贴心地为玩家设计出来这款捏泡泡游戏 满足你想捏有捏不到的需求 用鼠标点击屏幕上的泡泡纸就可以捏破 同时还会发出非常真实的音效 不过,没有触感的捏泡泡是没有灵魂的 好在游戏可以给你提供无限的泡泡纸 如果你想游戏变得有趣一些 也可以打开音乐跟着节奏捏 想要解压的兄弟们不妨你试一试 1997年,以恶搞而文明的游戏开发商 Dart Dink开发出了这款史前文明模拟游戏 太阳的尾巴 在这款游戏中 玩家要扮演一个穿模的野人 在大陆上探索 同时还要面临多倍的天气 以及周围勉强能看得出来 形状的史前生物的骚扰 虽然听起来是一个开放世界游戏 但当你进入游戏才发现 这个画风实在是太让人无语了 穿着红裤衩的原始人 在无限重复一望无际的草原上奔跑 而且在跑的过程中 时不时的会一头栽到地上睡着 除了奔跑 就是捕猎这些动物 吃掉地上的这些 我也没看出来这是啥 反正就是除了树根石头 其他啥都可以吃掉 唯一的乐趣就是去补垫 但在这个过程中 你可能会溺水 也可能被这粉丝的河马 抱着啥的给反杀 最最最难受的 就是这古怪的背景音乐 简直就是精神污染 只要你尝试着玩几分钟 想要做的 就只有赶紧把这款无聊的玩意儿 从电脑上删除 没错 这款游戏 我已经不知道该如何去解说了 密集恐惧症的小伙伴 一定要谨慎 开局会给玩家四个颜色不一样的圆球 然后你要做的 就是点击这些圆球 将它们再次分为四个小球 这些小球 又可以分成小小球 直到不能分解为止 看到满屏排列不一 颜色各不相同的彩色小球 能瞬间引起人的强迫招 至今还没有在网上 看到有哪位无聊的玩家 把这款无聊的游戏玩到通关的 不过听说 在游戏通关后 这些小球会组成一张丰满性感的美女像素图 话说过来 就为了看一张像素图 我有这时间 为啥不去玩死活生呢 上学的时候 就学过鱼公移山的故事 这款50多个季的同名游戏 玩法也差不多 在这款二字像的Q版小游戏里 玩家需要帮助左下角这个老头 没错 他就是鱼公 嗯 那这个老头又是谁 我们要做的 就是把门前的这两座大山 呃 这是两个土堆吧 用小腿车 运到另一侧的河里 好家伙 惊畏填海啊这是 无聊的是 我们只能做来回运动 有玩家做过统计 一个土堆 有542836块石头 我们至少要玩法100万次 按照一分钟搬八块的进度 通关这个游戏 需要2300个小时 整整撒月时间不眠不休 去你妙了吧 谁玩谁啥 Top 6 排队3D 这是一款在日本 号称催眠神作的玩意游戏 Waiting Link 3D 翻译过来 叫排队3D 虽说是3D 游戏的画面 丝毫体现不出 21世纪的科技感 完全是小怕王 红白鸡初时代的样子 分辨率低到 几乎可以说是满屏马赛克 游戏的内容 跟作品名一样 玩家几乎不用做任何事情 就是在一大堆人后面排队 然后用十字键归宿移动 不过 前面这些排队的大哥 压根不撒动 我们要做的 就是在角色犯困的时候 给自己一拳 然后 就会掉血 有毛病啊 我自己吹我自己 游戏有6个按键控制 上下左右 可以瞎晃到 换换视角 控格就是给自己一拳 至于还有一个Shift 除了发出怪异的叫声 好像也没啥用 要时刻和前面排队的老哥 保持半身距离 否则就会处理 重新排队 如果犯困睡着 游戏就会结束 或者拿拳头吹自己 血糟空了 游戏也会结束 也不知道这个游戏如何通关 别看这个游戏无聊 2013年推出的时候 可是有近万人是玩 日本游戏界 还认为这款游戏 是跟自己内心的一场斗争 是不是内心斗争 我不知道 但绝对是跟自己耐心的斗争 模拟游戏是大部分玩家 工人的无聊游戏 这款Steam数价6元的 Tree Simulator 2020 游戏简介上写着 听起来确实如此 你就是那棵树 你是无人能比的 放轻松 做一棵最好的树 再打开评论区 有评价这是一款非常环保 非常好玩的游戏 我们可以感受大自然的力量 成为一棵真正的树 保护地球 从你无它做起 也有思考海德格尔哲学理论的 甚至还要玩了2844个小时 高呼我是傻逼的 究竟是怎么一款游戏 引得玩家两极分化 玩了上千个小时的大佬 都能破防 不少玩家 是因为这款游戏 高达95%的好评率 选择入坑 到时候才发现 算他妈大当了 进入游戏 你会看见一棵树 但那没错 只有一棵树 玩家所要做的 就是扮演这棵树 静静地等待 等待 还是等待 除了背景的昼夜交替 远处虚化着石头 还有进处随风吹动的 滑滑草草 真的就没有什么了 没有丝毫的剧情交互 这简直跟电脑的动态壁纸 没什么区别啊 随着时间流失 我认为这棵树会长大 或者几个苹果 掉个叶子啥的 结果它还真的啥都没有 最为离谱的是 开发商后续还推出了 Tree Simulator 2021 和Tree Simulator 2022 还要卖15块钱 画面和背景几乎没有什么变化 还是那棵树 在经历了一个多小时 六五二时间 我终于明白 在远离城市的喧嚣 我们就是那棵 不能改变的树 在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 追寻一抹内心的平静 对不起 我实在变不下去了 我真想不通 为什么还有人能玩 四千多个小时呢 感觉这个游戏 真的跟评价区里的 一条点评一样 可以做一个计时器 看看花费了多少时间 在耗费生命上 Top4 模拟大山 又是一款模拟的游戏 看名字 你们也能知道 这次玩家要扮演的是一座山 在游戏的开始 玩家要面临诸多问题 覆盖了多个区域 包括爱情 仇恨 甚至有关你的亲人 为了回答这些问题 你还需绘制一幅图画 来表达自己的情绪 这幅画的形态和内容 将直接影响着山的形成 你可以通过旋转画面 从各个细节 来观察这座山的形态 游戏里和现实一样 也会有昼夜交替 轻暗雨选 以及四季更迭 随着时间的流逝 你会发现山的形态 会发生一些变化 长出一些树木丛林 萤火虫等生物 如果你有时间和毅力 玩下去的话 山上能发展出 新的文明也说不定 模拟大山 是一款放置游戏 玩家可以放心离开 过一会儿再来看看 发生了什么变化 据说 当你玩了50个小时以上 会有一个神秘的彩蛋 难不成 会碰出来个石猴 这款游戏翻译过来 叫永远的监狱 不过我觉得 应该叫它老底坐穿 这款游戏的制作者 就是之前大树模拟期的作者 这老哥 怎么老是搞一些 折磨人的游戏啊 老底坐穿 顾名思义 玩家要在这座昏暗的监狱里 体验做老生活 虽然可以自由移动 但移动的范围 也仅限于狭窄的牢房 牢房里 有一张简易的单人床 一个马桶和洗漱台 而且这些东西 既不能使用 还占地方 玩家能做的 就是蹲在墙壁面前 透过铁窗 看外面的太阳起落 也别指望越狱 或者行满事放啥的 蹲大牢就玩事了 这款游戏 Steam售价6元 想花钱找最瘦的兄弟们 可以去体验一下 POP2 漫长等待 和现实世界时间同步的游戏很多 但你见过 需要真正等待400天 才能通过的游戏吗 在这款游戏里 玩家要扮演国王的 最后一个影子仆人 在简单的对话后 国王就会陷入沉睡 你所要做的 就是在400天后 叫醒他 重新统治世界 也就意味着 玩家在现实世界中 也要等待400天 当然 游戏里也有其他玩法 可以对巨大的地宫进行探索 根据遗留下的线索 还可以了解剧情 不过 这个看起来蠢萌蠢萌的影子小人 移动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等上个十几分钟 才能看到游戏地图 需要两个小时 打开外面洞穴的石门 几天才能解好的蜘蛛网 一周才会掉落的中路石 两周才能长好的青台 时时刻刻提醒你 慢下来 再慢下来 对急性子的玩家来说 简直是一种折磨 不要网图通过修改电脑时间来作弊 因为开发者设置了 当检查到玩家作弊 会将影子关进小黑屋 需要点击鼠标四半下 才能释放出来 这款游戏处处透露的孤独 火炉燃烧的琵琶声 流水声 翻书声 走过各种不同地形的脚步声 这些声音 被昏暗的地洞一一放大 这些在平时不太明显 甚至轻微的声音 存在感从未如此强烈 这些声音填满了整个空间 把影子的孤独一再放大 或许 这个游戏本身 就是对玩家内心的写照 世界上最无聊的事情 就是孤独 当四百天后国王醒来 会发生什么没那么重要 重要的是 你熬过了这一段 无聊且孤独的日子 如果要选出世界上最无聊的游戏 沙漠巴士绝对有一席之地 游戏中 玩家需要驾驶巴士 从美国亚里桑那州的土桑市 开到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 同样是开车 千万不要以为它和欧卡相同 欧卡我可以用方向盘 玩整整一天都不过眼 但沙漠巴士的体验 实在是太差了 这辆巴士 行驶在一条 完全笔着着美国西部沙漠公路上 沿途除了几个 证明你车子在动的灌木 就啥也没有了 操作简化道 仅仅左右键和油门 如果仅此而已 这款游戏 也算得上是画面差一点的驾驶游戏 可关键是 沙漠巴士开完全程 需要八个小时 同样耗费的是 现实生活中的八个小时 游戏中途 不能暂停 不能存档 其实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一旦失败 车子偏离公路 就只能失败重来 那你也许会想 找个东西 把按键按着不就行了 变态的开发者 早就想到如何防止玩家偷懒 车子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向一侧偏移 玩家只能死盯着屏幕 时不时地打一下方向 保持八个小时全程在线 游戏中途没有任何风景 伴随玩家的 这有操杂的发动机昏鸣声 哦对 当你开到第五个小时的时候 会有一只蚊子 撞到挡风玻璃上 变成一滩绿色浆壶 这算游戏里唯一的财谈吧 最难受的是 当你历经八个小时的长途跋涉 终于将巴士开到终点 系统只会给你一份 除此之外 没有任何奖励 这些游戏开发出来 可能本身有它的意义 也可能 单纯是设计师 搞出来折磨人的 不过游戏 就是消磨时间 和带来快乐的 想体验的玩家 还是要谨慎 这里是瞎见巴谈 想看什么有趣的内容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之前 下期再见